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真的想不到一個垃圾徵費 現在令大家成為城中熱華 更重要 變化萬千 今天說完的事情 原來以後的事情又會完全不一樣 即是世界的事情 真的說變又變 誰可以估計得到 環境搞成這樣 就是因為現在說到 垃圾收費要延期 那就再度押後了 真的相當精彩 因為什麼解救呢 為什麼會突然急轉彎呢 我們一起和大家研究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這件事件真的令到滿城風雨 原先 有聽過我們報道也好 或者看新聞也好 政府說4月1日就會實行 突然間 縮了 突然間說要改期 明明明看到日前的政府官員也好 環保處處長也好 他們的助理也出來 紛紛一起研究解話解釋 和公眾說明 又說到 那些膠袋還未能買 那些膠袋 更加看到那些 管理大廈 那些私人屋院的物業管理 馬上就加價 把那些管理費 立即炒至熱烘烘 我們首先看看這件事件 為何會突然變成這樣 原先 政府在19日 舉行記者招待會 說 這個垃圾徵費的實施細節 突然間 跳出來 我們的環保處處長 看到之前還在說到很複雜 然後就變成環境及生態局局長 謝展還出來宣布押後 押後到8月1日 謝局長在記者會表示 為了幫助市民大眾 和相關業界的更多計劃 向我們的特首提出押後 當時看到 政府一直想在4月1日實施 我們的特首也在16日 在這個行會之前跟記者說 當時提出垃圾收費 要更加多資訊 簡潔鮮明入賭屋 沒有說要把計劃押後 殊不知 兩三天 看到我們的環保處處理處長 胡敬恩 環保處處長徐浩光 他們的說法 即是助理處長 他就說把地拖棍 割開兩塊入袋 然後有人說 糟糟了 這次我聽了你說 我真的打算割開地拖棍 現在又怎樣? 駁回他嗎? 真可憐 徐浩光 我們的環保處處長 那時候跟記者說 如果你不清楚 什麼時候都是不清楚的 想你也不清楚 你永遠都不會解釋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亦都引起大家對於這件事件的很多問題 那這個問題也令到大家都 嘩 嘩 嘩 所以報紙說 綜合這麼多國路消息 政府高層多次開會 特首就拍板 果斷押後推行我 因為說到特首 其實已經要求我們的環境生態局局長 謝展環在這方面整個執行的細節 要很清晰地令市民知道 通過講座記者會宣傳也好 各樣不同的角色和法律責任也好 如何運作也好 都要清楚告訴大家 然後其實某程度上 應該就是說好 如何調垃圾收費的故事 誰不知環保處的官員 大家越說越和 割爛他 入袋 香港人很聰明 一定要想到一個便宜方法 你沒理由拿地拖那棍 然後貼11元 label 大哥我拿地拖那棍 分分鐘是10元 我扔垃圾成本 比那棍棍還貴 我真的連地拖那棍都買不買 遲早 另外環保處長就像剛才所說 就說如果不清楚 以後就不清楚了 當然這些說法 即是被轟 就是公關災難 也在社會上 其實我們連續幾天都有報道 因為我說 我在街上都聽到有人討論這些事情 其實某程度上 在社會上是很大的迴響 有市民說到電台節目的炮轟 就說準備得好些 教育得好些 你才來搞 就不要漏漏漏了 也有政黨私人的投訴 就覺得整件事根本是混亂了 好了 去到突破性的進展 因為特首發現大家對於細節不太明白 即是說順應民意 不明說到明 也因為出現了很多不同的環節 也出現了問題 究竟有什麼環節呢 第一件事 就是對於現在有坊間說到清潔工不弄 如果你搞的話我就不弄 為什麼不弄呢 第一件事 就是本身4月1日就開始實施 大家害怕 好像我之前說 大家害怕扔垃圾要付錢 就扔垃圾 清潔工做到媽媽也不認得 他已經辛苦壓力大了 每天對著厭惡性的工種 如果真的去到4月1日之後 就隨時越搞越麻煩 為什麼呢 因為 他們會擔心 到時候 大量人 就會 不守規矩 不懂得用膠袋 到時候他就要分類 對嗎 亦都被勸喻 那些市民無力取鬧的時候 就會被人打 這位清潔女工就在柴灣 翠灣 翠灣 會不會呢 翠灣的人很和諧 他說翠灣村 每天有13至15桶垃圾 有多少 不太多 不知道 現在 到時候也不太多 他說每四座大廈 公屋村 每個月需要10萬元 開支來處理垃圾 又不鼓勵物業管理公司包底 所以到時候又說要把不合格的垃圾分類 有人說你很瘋狂 你真的要把垃圾分類 不就是來處理垃圾 另一個問題 有人已經在想 如何把垃圾處理 舉例 有人說我要放床 按照規矩 我應該貼11元就行了 是不是 當然 香港的樓梯和升降機的空間有限 你一定要打散 你才能進到升降機 如果我打散 我每次都會貼11元 你想想 一張床又有櫃桶 又有床板 又有木坊 那我就說很多錢 隨時女生長大過主人婆 我把床三塊錢買回來 當我淘寶 舉例 舉例 我將它斬件 隨時比我的床還貴 我恨不得 我就找個地方燒掉 如果有一部大型碎紙機 我就會化灰 化成粉 一袋粉 我就扔掉 所以有人說 我除了帶鋸之外 也要帶一個電批 電批 在垃圾站面前 將它合成 然後我貼了這部 11元 有人說 很本末倒置 除了這些 所謂的本末倒置 有人覺得 現在有人炮轟 整件事 為什麼 會 延期 或者叫做 延期 甚至 暫緩 什麼說法都可以 其實某程度上 我們另一個說法 就是說 現在出現了那些 物業管理公司 私人私樓 他們開始借這個包底為名 濫收費用為實 為什麼呢 就說 統一全部加管理費 人人都是給那麼多 甚至乎 幫你去派垃圾交袋 到時候 每戶都會派垃圾交袋 好像以前一樣 你交管理費 有垃圾交袋給你 不過接下來會派綠色的給你 有人就說 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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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有些家人一家兩口 有些一家六口 有些一家三口 你又是派這麼多 人人 我當你不知人人二十個 我不知道它多少容量 我當它50元 每個月 如果你出街買 可能有50元 但是 如果一家六口 可能要用到100元 如果其他人跟你攤分 換句話說 用得多垃圾 和用得少垃圾的人 就互相補貼 哦 你又給那麼多管理費 我又給那麼多管理費 哦 我丟得少垃圾 又是交那麼多 那你又丟那麼多 你就好著手 要我補貼你 所以也引起這些紛爭 甚至乎有人質疑 買膠袋根本都用不了那麼多 成低那些就變相加了管理費 即是你變相在背後 壓多些 當然 也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也都外面就說 開始瘋狂 有些家長 師奶 就說 在想怎樣省錢大發 不淘寶 不出街買東西 甚至乎 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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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為你日日節省 那這些就真是很亂 看到那個情況 其實某程度上 你本身已經想刺激環境消費 就要大家希望可以出街買東西 但是反過來同時間現在實行這個問題 變相大家就不想消費 沒有錢再製造垃圾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有人說為什麼要押後8月1日 我覺得會在想 其實接下來是不是可能有機會派消費券 可能是的 那時候曾經 疫情期間經常都說 派消費券 抄牌特別厲害 那時候抓人拉低口罩那些 喂 要你 獲利回套 這樣嗎 然後捉你那些 到時候練拋垃圾 不綁那個袋 然後拍消費券給你 你很淺消費 那你可以有這樣的成本去製造垃圾 這樣啊 其實這件事可能也有關係 當然 這是我自己的選擇 是不是也好 其實也可能未必有關係 但是你說對於這個垃圾開支 有人介淘寶 介外賣 扣子女 零用錢 等等這些 有的 你以為網上沒有嗎 現在看到一些人在熱烈討論 可能你也有這樣想過 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會的 有的 其實這個真的是 你為了等垃圾 然後要把自己的生活質素降低 其實也很嚴重 甚至有人又說要兼職幫補 有沒有這麼誇張 叫少些外賣 我反而覺得 接下來有些人會自己的家 說到要什麼 買定的一堆東西回來 例如 那些 電鋸 然後可能要找一些 叫做磨機 磨爛他的東西 打磨 粉碎 把那些大型的件 打到爛了 變成粉末 總之 好像人家的兇案延長 每個人在家裡 每天都在這補東西 做什麼 沒辦法 太大尖 11元 我不是找個大型 那些 碎子機 碎木機 碎鐵機 那些就做到它變成粉 那些時候我們經常說 顏粉 這次真的是 什麼都拿來變成粉末 然後 有些人分分鐘在省了 倒去死坑 沒有死坑 赤 coffee 有些分分鐘 木糠 賭出去 中暑吧 陳歸陳土歸土 珠寶金錶歸檔譜 真的 到時候會混亂的 另一個問題 有很多人罵爆 有些媒體 有些人覺得現在的環境 感覺上好像很奇怪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對於垃圾 徵費的原意 我覺得是好的 我絕對支持 因為說是環保的 源頭減費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的情況就是 你 因為扔垃圾 你要 弄多些膠袋 我看到有生產商就說撐不順 就說要幫忙狂生產 這些膠袋 某程度上 製造更多垃圾 這個也是一個拗炮頭 我自己覺得 就行了 其實我們放眼世界 放眼世界各地任何不同的地區 看看人家怎樣做環保 怎樣做廢物分類 你好像台灣 叫你自己把垃圾分開 才扔上垃圾車 日本那些你不分類 你不用指定的分類方法扔要罰錢 這些是我們覺得應該基本由我們的筋出發 我之前都說過其實我們是由筋出發 而不是買了膠袋 就扔少一些膠袋 然後就節省多一些 節省多一些 然後就變相 製造少一些 其實不會 其實變相反而 更多了 你更多了膠袋 那會不會到時候變相 越搞越和 所以我依我如見 真的 其實我覺得有另一個方法 你玩得更激烈也可以 早晚三次分段 垃圾房 分了 關了 總之你要放垃圾就指定時候 自己抽取垃圾 樓下 你不理你 可能有時候 總之那些垃圾收集站也好 或者那些垃圾桶也好 你指定地方丟 有人 看著你甚至乎有保安 你一見你不是 那些 膠袋 你就立刻要罰 你不要拼命 第二就是要分類 因為我見日本那些都是分類的 膠袋是用一隻袋 不可以回收的 用一隻 膠袋去栽 通常那些都是透明的 不是綠色的 上面有1234 類似那樣的東西 那些膠袋 那些膠袋應該可以循環 我猜是可以分解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的是什麼 你抽著這些 用這些模式 人手自己扔下去 首先是因為大家害怕 有那些 大家不守規矩人士 博猛的人士 一個一個透明膠袋 然後 這些膠袋 沒問題放在這裏 這些廚餘 在那裏 有人看著你 你排隊 香港人最喜歡排隊 沒所謂 不爭了 你教育了一陣子 大家慢慢習慣 沒有人偷雞了 在那裏再放寬一點 玩得那麼盡 其實這件事 歸根究底 其實就是 大家的 教育 我們從小就沒有這件事 這件事是事實的 很多地方也是 沒有 環保 那時候 十幾年前 哪有環保 30多年前 哪有環保 這種概念 很少 很少 因為那個年代的經濟的大爆發 90年代80年代 全球的經濟 很多都向上飛 製造很多東西出來 哪有說環保 空氣污染 都是近2000年 20世紀之後 大家開始慢慢重視 因為地球穿孔 人富貴了 對你的身體 亦都會 注重健康 人富貴了 對我們的 生活環境 開始慢慢注重 這件事才有 這個論調 我們需要 灌輸多些 這些知識給大家 無論老也好 年輕也應該 小朋友 立即 要灌輸多些 我們應該要分類 源頭減肺 慢慢 養成這些習慣 帶人的 我們也要配合合作 你老人家也好 什麼都好 我們要灌輸多些 甚至鼓勵 其實現在正在做一件事是正確的 那些膠樽回收有錢 老人家 你說他不懂得分類嗎 你見那些 廢紙回收 那些爛銅爛鐵回收 鋁罐回收 膠樽 他和你分得很整齊 你以為他不懂嗎 當然懂 你把這個有因 預期你說 拿馬膠袋 要錢 不如反過來 全部變成獎賞計劃 是不是 老人家願意幫你 去回收這些東西 有些人可能 現在沒有工作 甚至是 回收了一個 新的行業 幫大家去收集 這些廢紙 其實當時有的 公共屋邨那些有些收爛銅爛鐵的 有個 5.5後面有個磅 早上定時定後的老人家就在那裏 當賺幾十元 當賺茶錢 有些是這樣的 將這些東西擴大來做 家家戶戶 你說複雜的 就電子 拿張卡去拍 到時候搞定了 定時定後 他有空的 存一大疊回收 然後 當積分洗 又可以用 其實這些東西 比你叫人 拆開膠袋 這些也是市面 現在大家在想的問題 所以你說為什麼 這個垃圾 徵費 搞到現在 頭巴壓裂 甚至乎 很煩惱 又說那裏就變相 攬收費用 物業管理 然後有人擔心 我沒錢 沒得丟垃圾 甚至乎現在 首先 把垃圾推出來 做清潔工的 擔心 成為磨心 然後 被人 插到天花板開行 本身已經辛苦了 做這麼厭惡性的工作 又不是人工高 還要幫你分賣 選擇 擲擲擲擲擲 不是吧 自己也不願意做的時候 你要我幫你做 人工是不是添一點 又不是 所以其實有在這個環境上面有很多東西還要拿出來議論 我們應該怎樣去做最好 當然 特首所說的 過程當中 我們要 磨合 甚至乎我們要講清講楚給大家聽 甚至乎我們應該用哪個方法會比較理想 我絕對支持政府搞這些 環保 減少垃圾 這些我絕對支持 因為對大家都有好處 但是 方法不對的人可以改 政府這一方面 你見到報道 說我們特首 一發現不對勁 立刻 就信應民意 這樣也挺好 是不是 不知道你們 又怎麼看 其實 我覺得根本上 沒有可能硬來 沒有硬行 4月1日你走 我猜4月1日前 到時候 到時候 街上垃圾 真的 那些人應該在想著不同的詭計 各出其謀 香港周圍都沿河沿河 沒有適應 每個人都沿河 到時候 真的不多得你死 一定會有這些人 我們怎麼 在事前功夫做好準備 避免這些事情 發生 我們不讓他做這些事情 這件事也是很考政府 其實這件事 不是說 現在才拿出來的 很久之前 已經 一直都沒有行 可能因為疫情期間 各樣那樣 現在匆匆上馬 突然之間 不可以出賽 我也覺得 表示理解 我覺得 在這方面 大家可以拿出來探討 政府可以做多些資訊 在地區 特首 裁業也好 找官員也好 甚至區議員也好 大家可以收集多些意見 聽聽 應該有哪個方法 可以比較 合理 大家操作方面 方便一些 這樣 就沒有煩惱 其實最主要 都是我們自己 說這麼久其實都是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能夠可以 即是叫減少費 政府沒有那麼煩 這不是刻意幫政府說 不是 最後就是這樣 不是 其實我們想心 歸根究底 都是我們的問題 我們每個人都有份製造垃圾 經常說斷舍尼斷舍尼 有沒有斷不斷舍尼 你看看你家裡有多少東西 現在放在這裏 你家裡有沒有一些東西 超過三個月你都不用 你放在這裏就好像裝飾 不是裝飾物 你根本都沒有用 那裏就放在這裏 我不是說叫你不要 鼓勵不消費 有時候我們真的想清楚 是不是 這些東西適合 你說去買東西吃 去買玩具給小朋友 各人都一樣 OK理解 但是 過份的亂買東西 分分鐘 其實大家製造很多垃圾 所以這也是 關於我們自己的問題 其實這件事我自己覺得 又不關財不財赤事 其實某程度上 政府 我們香港現在整個環境都在面對這個問題 亦都不知道 網上有短片說 那些交道很爛 口成 希望 接下來可以 說清說錯 甚至乎 會不會 有些簡單的方法 令大家不要那麼煩惱 希望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對這個垃圾徵費有什麼看法 今天就先說到這裏 下次再說 拜拜 拜拜